大家好,在春季养杜鹃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我们一定要做好了 只要做好了这个步骤之后呢 这盆杜鹃花在接下来的四五六月份都能够很好的生长 因为这个杜鹃花它的习性就是这样 如果不做好这个步骤的话 这个杜鹃花在夏季这个半休眠的状态下呢 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了 这个动作就是要给它做一次养根的工作 把它的根养强壮了 这个杜鹃花在夏季半休眠也能够更好的生长 如果它的根系状态非常的差 那么它度下的概率就会越来越低 其实给这个杜鹃花进行养根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要在它花盆里面呢 给它加上一些这个微生物菌剂就可以了 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微生物 它能够起到疏松盆土的作用 关键是它里面含有的一些骨粉和芝麻饼和菜籽饼作为一些原料 那么它里面呢还含有一种东西叫做黄斧酸 能够提升这个植株根系的活性 也能够让这个土壤呢变得更加疏松活跃 关键是它经过分解之后呢还属于弱酸性的 对于这个杜鹃花来说呢简直就是神来一笔 它有非常强的养根的功效 而且呢还能够让这个盆土呢保持在一个疏松松软的状态 那么我们在这个花盆的边缘给它挖一个坑 然后再把这个微生物菌剂给它埋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杜鹃花它对于土壤环境要求呢比较高 如果不给它做好这个养根和改变土壤性质的这些工作的话 它在夏季的时候就非常难挠 给它撒上一个克勺 然后再把这个土壤翻盖回来就可以了 这个养根工作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给它加上一些就可以了 其实啊很多人养这个杜鹃花都是养了一段时间了 养了一两年两三年了 如果在今年呢忽略了这个养根的工作呢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了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